你好,我是匈奴人 巴基斯坦出动轰炸机缓击伊朗 在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 16日动用飞弹与无人机攻击了巴基斯坦西南部比鲁之神 一处撑装之后 巴基斯坦外交部17日弄刺此举严重侵犯主权 并且召见伊朗的外交人员提出强烈抗议 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军方18日对伊朗境内的反巴基斯坦组织 发动了军事打击 现在的紧张局势正在节节升高 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 巴基斯坦对伊朗东南边境地区发动飞弹袭击 伊朗的西斯坦比鲁兹斯坦省副省长马赫马提 告诉国家电视台 说巴基斯坦用飞弹袭击了伊朗边境的一个城庄 他补充说 有三名妇女和四名儿童在这起事件中上升 他们都是非伊朗过敏 那肯定都是巴基斯坦人 此前呢 伊朗的西斯坦比鲁兹斯坦当局称 位于伊朗东南部与巴基斯坦基壤地区的 萨拉万市数个城庄 传出了爆炸声 最新的这个总结各方面的这个资讯 人们发现了巴基斯坦这一回打击的规模相当大 出动了 不仅出动了战斗机护航 而且呢 还出动了GF-17 那个战斗轰炸机 这种轰炸机呢 可以配备一千磅的精准滑翔导引炸弹 也就是说呢 他能够有准确的射击目标 这个伊朗呢 最近呢 是有点疯狂 虽然说呢 他不敢直截了当的向美国和以色列 向北约宣战 但是呢 他在15日呢 居然向叙利亚 伊拉克 以及巴基斯坦境内的反伊朗的 这个集团呢 发射了飞弹和无人机 他们声称 打击的目标呢 是这三个国家的激进组织 正义军 因为这个正义军呢 是伊朗的使敌 这个正义军呢 实际上也都是一些伊朗人 他们呢 非常厌恶这个伊朗的神棍政权 巴基斯坦呢 从17日晚上开始呢 在单方面关闭于伊朗的边境后 实施了报复性的空袭 随着巴基斯坦与伊朗两国关系 这个交恶 外界呢 对潜在永和国之间的纷争 浮出水面的担忧 持续增加 伊朗呢 被怀疑呢 躲避国际社会的监视 秘密进行 核材料浓缩 推动核武器发展 而巴基斯坦呢 实际上呢 是拥有大约600枚左右的核武器 也就是说呢 巴基斯坦的核武器 跟印度跟中国 几乎在同一个水平上 几乎都是非正式的永和国 巴基斯坦如果与伊朗大打出手的话呢 应该不是一件坏事情 怎么说呢 就像当年这个伊拉克跟伊朗 极战十年 两个国家呢 都奋行极端主义 一个是赫梅尼非常疯狂的 要用伊斯兰 主义统治世界 另一个呢 萨达姆 要用他个人的这种疯狂来统治世界 所以说他们打仗呢 应该说呢 至少呢 他就没有精力去骚扰别人了 后来呢 国际社会呀 想方设法 让他们和谈 不让他们打仗 结果萨达姆呢 就去攻占了科威特 而伊朗呢 则持续不断的在其他地方扶持代理人 所以呢 与其呢 让这个伊朗啊 伊拉克呀 以前的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 还有现在的这个巴基斯坦 与其让他们这个 就是说呢 跟这个其他人 惹麻烦 惹对立 甚至打仗 不如让他们互相复并 而且呢 这两个国家呢 都体量庞大 伊朗现在有差不多一亿人口 巴基斯坦呢 则拥有两亿人口 巴基斯坦的核武器呢 基本上可以把伊朗人都给灭绝 所以说呢 他们要打起来呢 将会非常精彩 很多人都鼓励他们打 因为呢 这个伊朗呢 是一个失业派国家 而巴基斯坦呢 这主要是以逊尼派为主 所以他们之间格格不入 这个在伊斯兰世界就是这样 反正呢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 便是西风压倒东风 就是失业派跟这个逊尼派 只要一见面就要干仗 没什么好啰嗦的 也就是说呢 这是他们的本性使然 另外呢 就是中国股民大脸总理李强 李强呢 实际上这一回去瑞士 访问在大沃斯论坛上吹牛之前呢 中国的证监会呢 曾经特意放分 给一些大的公司打招呼 就是叫大家不要卖股票 免得难堪 但是呢 没想到呢 这些招呼没用 因为他毕竟只能给有限的人打招呼 散户呢 趁这个机会呢 继续抛售股票 比如说这次呢 中国股市的分项标 户值 即3000点保卫战 2900点保卫战 之后呢 现在连2800点也失手了 最多的时候呢 降到了2772点05点 所以呢 这就说明了 这个股民呢 走投无路了 因为呢 他可能呢 其他比如说 房子的按揭要付 然后呢 没有工资 他总不能说 天天吃闲菜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在绝望之下呢 他不再炒股了 他把这个股票卖掉 再便宜我也卖了 卖了以后呢 可以买饭吃 所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呢 中国股市呢 一路下行 其实呢 这个美国的一家机构 已经分析了 说中国股市最终呢 就跟那个香港创业版差不多 就最终的结果是归零 为什么呢 因为没人买了呀 对不对 一路下行 一路下行 你光买 那没人买了 因为谁都知道 那是个骗局 中国股市实际上 从一开始 就是一个骗局 就是说呢 因为中国呢 我们都知道 它是一个极端腐败的国家 那些真正在股市上 赚钱的人呢 都是看着底牌打牌 也就是说呢 你在中国 你炒股呢 你啥都不知道 但是那些赚钱的人呢 他能看着底牌打牌 因为他在证监会内部 有信息 有资料 所以说呢 他呢 稳赚不赔 而你呢 是可以这么说 赚的时候少 亏的时候多 到最终呢 肯定是要破产 这一点呢 以前中国呢 据说有一个网名 叫上海的洋百万 曾经赚了钱 但是后来呢 也亏得光光的 可以说呢 中国股市呢 简直呢 就是玩弄一些弱智 偏偏的这些弱智呢 还又是中国所谓的中产阶级 他们天天趴在电脑上呢 试图发财 到最终呢 一无所获 还把身家都给打进去 另外呢 是中国官员 纷纷跳楼 这两天呢 这个中国这个跳楼信息非常多 让人震惊 比如说 这个无锡市委副书记 这个蒋洪亮跳楼 这个青海海西蒙古族自治州 州委政法委书记 这个金海年跳楼 还有广西省宜州市委书记 黄平泉跳楼 天津市的金兰区书记 李国文跳楼 还有河北省的新龙县国土局局长 也在北京跳楼 还有内蒙古的这个 这个阿荣齐的六合书记 也跳楼 还有山东省德州市的副市长 黄金忠呢 也跳楼 但是呢 他没掌握好这个角度 他从十楼呢 找了机会跳下去 结果呢 去落到了九楼的天津 只是摔伤了 还没死 据说还要接受各种各样的羞辱 和审讯 所以有人提醒呢 中国各地跳楼的这些贪官无力们 现在中纪委已经到了河南 河南的腐败是中国最严重的 估计呢 这个高层的楼顶呢 有点拥挤 因为你要想跳楼呢 要自觉排队 当然了 可能没有那么夸张 但是呢 跳楼的中国官员确实太多了 比如说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 张运金今天早晨 早上在这个 东院十六楼也跳楼身亡 中国的官员呢 自杀率毫无疑问呢 是世界第一 不仅世界第一 他承包了几乎全球官员自杀的90% 其实呢 中国的自杀率非常高 比如说农村的那个妇女 喝药就是喝666啊 喝滴滴胃啊 死亡的妇女非常多 因为中国农村的妇女 基本上还就是说生活的处境非常悲惨 经常被殴打 经常被辱骂 就是说呢 而且呢 往往跟婆媳之间处不好关系 处不好关系呢 婆媳就会让儿子去揍他 所以说呢 跳楼的呢 那个跳楼 当然农村的他跳楼跳 摔不死 从二楼上跳下来 一般农村 很多房子还没楼 所以呢 他都是采用喝滴滴味啊 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听到 这个村子谁谁谁喝药了 那个谁谁谁喝药了 中国官场的这个跳楼呢 更是全世界 闻所未闻 其实当一个共产党员 你不管你是像李克强那样 你还是像这里面 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 这些跳楼的官员 这些都是差不多厅级官员 他们的生活实际上是很悲惨的 我觉得他们还不如 这个非洲部落里面的那个黑人 因为黑人呢 至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 生活享有自由 享有尊严 不用像他们那样 就像农才一样 在领导面前要哈巴狗一样 而且呢 要绞尽脑汁呢 才能贪污到一点钱 贪污到钱了以后呢 又胆战心惊 又不敢买东西 买东西呢 怕被查出来 怕被发现 就是只能藏着掖着 而且呢 可以这么说呢 一般来说 精神都不健康 也就是说都患了精神病 你想想 你正常人 如果让你藏个 一百万两百万在家里面 你肯定会提心吊胆 你都担心 敌人摸上门来 或者小偷摸上门来 那么你藏个一千万 藏个五千万 藏个一亿的现金呢 虽然说呢 你可以买很多 这个房子 楼房 就把这个现金呢 放到那个楼房里 但是保不准哪一天 就被人跟上 然后知道那个房子是你的 然后破门而入 因为这个 尽管你装防盗门 小偷进去并不费事 最后呢 也把你的钱给弄走了 也就是说呢 在中国当官呢 真的不是一件 这个好事情 问题是 中国的官员 普遍呢 就像动物一样愚昧 就像北京猿人一样愚昧 像北京猿人一样野蛮 他们只晓得 哎呀 一个比一个 比一个更农才 向领导效忠 然后呢 就是爬上高位 然后呢 就拼命贪污 基本上 他们的人生理想 也就是能够贪污到钱 讲白了 中国官员 几千年 从孔子以来 所有的官员 都是以贪污为理想的 所以你想想 中国这个社会的可怕 就可见一斑了 中国的这个贪污呢 它跟全世界不一样 你比如说 我们在美国办事情 那官员根本就不贪污 就没有一点贪污的念头 比如说我们到车关所去 有一次呢 我陪一个朋友到车关所去 申请这个驾照 他就只有一本护照 什么都没有 然后呢 这个那边呢 就跟他说了 你得要一个地址 才能我们才能 你住在这附近 我们才能给你申请 我们拿了几样东西 他都说不行 后来那个一个领导 就跑前跑后的为我们效劳 他就专门写了 给我们写了一封信 他说你把这个信 这个出门你就寄出去 或者到你们家 寄在邮箱里也行 反正呢 你任何邮局也都能寄 看到邮筒 你就可以塞进去 寄完了以后呢 他说这个东西 就可以作为你这个地址 就行了 他说这个地址是写给你的这个地址 就是说呢 他是美国的这个各种各样的 亚美因为美国是一个有车的国家 你看中国的这个跟车行业腐败是最严重的 你比如说在学习驾照啊 考驾照啊 还有这个车辆这个管理方面 是腐败最严重的 因为无非呢 就是人的生活是重大的支出 一个是房子 第二个就是车子 这都是中国的重灾区 但是呢 在美国呢 真的没有这些名堂 一点点都没有 就是说美国呢 这个社会呢 虽然他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呢 他堵住了一切的这个可能的腐败 也就是说呢 在美国呢 你公然的犯罪 而不受到追究的情况是没有的 就这一条就够了 因为呢 他使所有的人呢 在犯罪之前呢 都要考虑 所以在美国呢 现在基本上没有黑帮了 你可能呢 比如说某个人你比较混 想混 你找了两个人三个人 因为你作案干坏事 你肯定一个人不行啊 你想提出一个主意 其他两个人都立刻都会劝阻你啊 千万别这么干 这是送死 这是找死 然后他们就会给你上课教育说 谁谁谁谁谁 完蛋了 就把你犯罪的念头彻底扼杀 而且在美国的家庭也非常健康 美国可以这么说 你如果一个人犯罪的话 妻子会制止你 丈夫也会制止你 儿子女儿也会制止你 跟中国就不一样 中国呢 都动不动 都是一个村犯罪 中国的家家户户 你比如说这些贪污犯的子女 家庭成员 各个都知道他家里人犯罪 你说哪有这个儿女或者亲戚 不知道谁谁谁犯罪的呢 不知道谁谁谁 有多少钱呢 当然都知道 非常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 而且呢 恭维他想从他那分一杯羹 从他那捞点钱花 所以说呢 中国这个社会 他的可怕也就在这里面 也就是说呢 整个社会呢 鼓励你犯罪 跟美国呢 是彻底相反